今天呢 我是一个可以无惧一切 然后表达我自己内心的那种狂妄 我的新专辑叫做摩天动物园 那这一张专辑其实也在发泄 我心里面的一些狂妄 我觉得在过去的很长的时间里面 我一直好像看到这个世界 一直在更加的繁荣 文明一直在进化 可是好像人类还是摆脱不了 骨子里面的一些兽性 我自己认为保持纯粮不等于你要无知 在你发现这个世界真实的情况 可以有多残酷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选择纯粮的话 这一种纯粮才是珍贵的 接下来2020年 我希望自己可以继续地去挑战 我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希望就是我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看到的 所学习到的 所认识到的 我都可以去鼓励到很多身边 无论是我的伙伴 我的家人朋友 或者是我的一些 也不叫后辈 我讲的自己好像前辈一样 不是不是不是 就是身边的每一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